好了同学们再坚持一下 然后我们继续哈 刚才我们把这个代码已经写出来了 OK我们已经看到 那么同样的Color World 如果说我们另外再用一种方法 能不能写 我们可以 我现在把交手件怎么做 来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印上 就是React也有一个交手件 如果React不用交手件的话 当然下面的某一节课 我会给大家说说 怎么徒手写WipePack 但是我给你们讲完徒手写完WipePack以后 我相信你们就不愿意徒手写了 真的是挺摧残人性的 然后有时出了问题 我也踩过几个坑 踩的坑的时候踩的我也挺郁闷的 所以来讲 就是珍惜生命远离WipePack 就是最好别 别徒手写 你还是直接用它已有的 给你用好的交手架会好一点 我们先看一下交手架怎么用 如果你要用交手架的话 还要把这个东西掉出来 首先的话呢 你要去安装一个叫做 Create React App的这么一个 这就是它的交手架 首先出来 出到这个界面里 然后的话呢 你要去安装这个东西 CNPM 这少了一个C 应该是CNPM 然后Create React 然后App 然后打-G 加-G和不加-G的区别 其实就是加-G以后 它会 加了-G以后 它会那个做成全局的 然后你在哪都能掉 如果你不加-G这个块 打-GD 它只在那个文件夹里面 你像刚才我们01 安装的React 它只在那个01的文件夹底下有 出去就没有了 我们回车 这个安装需要等一会儿 然后在这儿 做完这个东西以后呢 我们打Create React App 然后在这儿呢 我们把我们要运行的那个 Project的名字要给出来 而且你给完这个 Project的名字以后 它会生成一个文件夹 在那个文件夹底下 去做相应的东西 我们比如给一个02 回车 然后你看啊 它现在在install React React DOM React Script 相应的这些东西 这个 这个可能要运行一点 这个 这个 我们这网也挺奇怪的 有的时候慢 有的时候快啊 在家里面有的 我的那个那个那个速度很快 有的就就慢 挡着它的时候 要我们就底下说点别的 OK 呃 刚才呢 我们说了一下 这个React里边 我们实现了一个Hello World 啊 Hello World的话呢 那比我们看 刚才这引了三个文件啊 我们来细说一下 这三个文件 这一共引了三个文件 一个是React 一个是React DOM 一个是 呃 一个是Bible 我们刚才说了Bible 这个词是通天塔的意思 其实来讲呢 Bible这个东西呢 主要是来处理 JSX 我们刚才看了一个 就是刚才 就是 好像似乎是把HTML 跟Jarscript混编在一起 你看这代码 一看这代码的样子 就 就就就就 就感觉是 这是 至少你看起来 这像一个HTML标记 对吧 HTML如果还都没忘光的话 这是一段代码 也就是他竟然把这俩搁在一起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东西 他认为是一个对象 这是一个React Element 就是一个React元素 所以来讲呢 那么这个React元素 能由来谁来处理呢 就是这个Bible来处理 然后在Bible底下的话 那么React 有一个核心 然后React DOM 还有一个核心 就这两个是 必装的 能理解吧 你这两个有了以后呢 然后通过这个 Create React APP的话呢 我们刚才说 这个是交手架 一会儿这个实验 我们再说 看他什么时候跑完 看一下 这个早呢 然后我们来说 这个JSX是个什么东西 它其实的缩写呢 是JavaScript XML 看完这词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 它其实来讲 就是JavaScript加XML 那个底下那个东西 不是HTML 是XML 只是说你看上去像 而且XML它的这个逻辑 要比HTML要严格 所以你在这里写的时候 完全要写成XML的样 然后这个语言是哪来的呢 这个JSX语言最早出现在游戏厂商 这叫 这怎么念 我也不知道 是Dina吗 这个是个日本公司 他呢 因为当时在写这个游戏的时候 他需要用JavaScript 但他能用JavaScript来写游戏 然后写游戏的过程中呢 他就发现现有的这个语法 无法满足他的要求 所以后来呢 他就把它扩展了一下 用于增强语法 使得JavaScript更加安全 更快 以及更加简单 最早的他那个游戏呢 就在里边用这种语言 那用完了以后呢 这是一种新的独立的语言 JSX跟JS你可以认为是不一样的语言 就好像当然来讲 他很多的这个代码跟JS是兼容的 但是他比JS多一类东西 所以你必须认为他是一种独立的语言 而且呢 他是由这个Bible框架来处理的 然后呢 他在JS中呢 支持的相应的HTML标记 这个呢 但是要说一点 React是推荐使用JSX 他不是强制的 就是说你可以用非JSX的方式来实现React 没有问题 但是来讲呢 在这里面 他是他强烈推荐 所以来讲呢 我们就使用他就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装完了 OK装完了 好 在这装完了以后的话呢 你其实可以看一下CD 02 这时这个装好了 你看刚才我们那个 比如我们CD Node Modules 我们DR 哇这个好多 我们刚才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我们要自己去一个一个去安装的 你记得当时那个React React的Dome和Bible 现在他都给你装好了 你看这里 比如说 B开头的 我们先看这个吧 DR 用不了Grip 分的 在这儿还是能什么 S P P L O R E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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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开一个 我们开一个 那什么 比如我们看啊 这个Bible 看见吗 这有吧 Bible Call 什么乱七八糟的 然后呢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React R R O P Q R R S T React 然后 React Zone 这里边其实都是有的 好 那么我们可以把刚才那个印呢 拿过来在底下运行一下 你先看这些东西 他都能 他都能找到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 他现在这有个零二 我们把这个东西直接 直接在这边考过来 Copy 在这儿直接Pace Pace呢 这个名字 我改一个不一样 Rename 我们看一下运行有没有问题 啊 我估计是有一个东西找不着 我猜到了有可能是那个什么 有可能是 BibbleJS BibbleJS没找到 BibbleJS没找到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没装那个什么东西 他确保不装standalone 我们回到这儿 我们装一下 CMPM 然后是Bibble Stand Al Standalone BibbleJS 然后我们再运行一遍 啊 好了 好了 我出来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 怎么说呢 这个你看他 我用了两个办法 就是你其实来讲 只要考这三个文件也可以 你就用普通的方法去引他也可以 然后你用交手架的方式可以宣装 然后也可以用 我就装这三个包 让他去用 这都可以 那我们就都可以 来实现这样的一个东西 没有问题